胡漢青媽媽急售房產 棄文未婚生女 3月開記朝向兒子追討千萬房產 事後經調解完介入母子終於和解了 胡漢青交回上海大宅同500萬現金 胡媽媽上個禮拜已經回上海收回大宅 他們給了鎖匙 莊小姐要回去看看那個情形 當然她是想買的 因為她起碼負面 聽說市值大約1600至1700萬的人物 雖然說和解 但母子自從上次和解飯局之後 一直都未見過面 可能胡漢青回到英國培江希文 家因他們的女兒出生了 不過又有傳 他們還未正式註冊 我聽到她媽媽說 就是那個所謂協調者 就說她沒有和江希文結婚 還說Ellen會將當時胡媽媽 送給他們做結婚禮物的粉盒 交回給胡媽媽媽 他們 他們 這些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